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圈哥 今天您可得饶了 今天圈哥分享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一道甜品菜 巴斯香蕉的详细做法 如果有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可以跟着镜头继续往下看 首先咱们准备几根香蕉 其实这道菜来说吧 不会的朋友感觉挺难 其实会了吧 这菜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是根估计能够了 咱们把香蕉 给它切成小段 不要切得太大 这么厚就可以 香蕉全部改完刀了 咱们看这人下一项 这盘子底下 少撒一点玉米淀粉 然后我再把香蕉放上去 把香蕉我先拍一层玉米淀粉 先拍一层玉米淀粉吧 那西护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锅中加入食用油 然后咱们把脆皮糊调好 如果大家一会不知道脆皮糊怎么调制 点击穿个头线 进入穿个主页 上期的视频就是脆皮糊的调制方法 八丝香蕉咱们用脆皮糊炸 那效果绝对刚刚的 朋友们 咱们香蕉给它挂护 挂上脆皮糊给它挂圆糊糊的 待一温呢 三成热的时候 咱们下入香蕉 咱们必须得先把香蕉拍下粉 这样吧 香蕉挂护会更加的均匀一些 它不容易脱落 炸完香蕉外皮非常的饱满 圆润光滑 这是非常关键的 朋友们 大家你就看脆皮糊炸完的效果 好不好就完事了 这脆皮糊我们在饭店 就这糊我们用了好几年了 然后咱们把先下里边的外皮一合 成凝结的状态了 咱们先捞出来 把这些碎炸也捞出不要 朋友们呢 搁碗边这么横一下这 再全部定型 咱们这把之前炸好的 再放锅里边 咱们看啊 在这香蕉已经上浮的状态了 外边这糊润手一捏 反正硬了 证明那是糊润已经完全成熟了 咱们先倒出来 倒出控油 好 锅中咱们加入满满一勺水 白糖 咱们放两勺 因为川哥今天这个焦大火 咱们拉这个糖丝 所以说咱糖多熬点 盘着下边的撒一点白糖 避免一会儿巴丝的时候 它跟盘着连在一起 白糖熬至巴丝的状态呢 之前还有一个状态 是挂酸的状态啊 所以说白糖是先挂酸 后巴丝 是吧 一会儿啊 川哥告诉大家 我把白糖熬到什么状态 是属于挂酸翻砂的状态 其实熬糖这个环节啊 是非常考验一个出师的基本功 无论是说你是做糖色也好啊 或巴丝啊 糖溜啊 挂酸啊 等等白糖有很多种状态 可能说有一些技巧呢 分钱给大家了 但是大家实际操作时 可能还没做好 有些东西吧 不是说你一次就能做好 得熟能生巧 川哥教大家伙一些技巧啊 勤操作 你光记住 你不去那个实时操作 它也不行啊 大家看清没有啊 咱们顺着糖浆这么搅动吧 这糖浆非常容易粘在锅边上 这种状态呢 就是属于翻砂的状态啊 这锅已经就是说 现在已经过翻砂的状态了 但是巴丝的效果还没到呢 从大泡变小泡 颜色呢 从白色变成杏黄色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呢 先把这糖啊 先捆到这码豆里边点啊 咱们一会儿做拉丝用 看是吗 把这白糖熬制成杏黄色 也就是香油色 就可以了 现在就属于是巴丝的状态 然后咱们先捆出一勺来 来装到码豆里边 这一会儿留咱们拉丝用啊 好 然后咱们放上香蕉 简单翻炒两下 让香蕉的挂满糖浆 好 出味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